嗨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相信最近申请优才的朋友都相当的焦虑 有的朋友问我说 我是三月份 2023年的三月份申请的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动静 还有的朋友可能是更早 一月份的 然后各个的平台上都有看到 有朋友在互相的交流 说你的有没有动静 你的有没有审批通过 为什么我的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 甚至还有人问 香港优才计划是不是不再审批了 那我相信现在优才计划的审批进度 一定是大家最疑惑 当然也是最焦虑的问题 那从2023年的四季度开始 优才审批的节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甚至可以说 它的审批节奏是停了 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 首先是香港入境处公布的 截止到2023年9月底的数据 其他的我们不看 我们只看优才 截止到2023年的9月底 香港优才获批的数量是12,479人 大家记好这个数字 12,479 那我来再看一下 劳工与福利局公布的截止到2023年10月底的数字 香港优才入境计划12,479 跟9月底没有任何的变化 整个10月份没有一个人获批 当然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10月底是每年香港的吃正报告 那关于人才引进的方面 有可能会有政策的调整 所以说入境处在等待新的政策出台 或者是有可能的政策的变化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那我来再看一组香港政府公布的 关于2023年10月底的各项人才入境计划的数据 那截止到2023年的10月底 那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获批数量是 12,521人 刚才是多少 12,479 我们做一个小学生的减法 12,521减去12,479 整个11月份获批了49个人 这难道是回到了2020年之前的节奏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006年 也就是优才开始那一年开始 每年的审批获分配的名额的数量 截止到2021年底 16年的时间一共获批了9131个人 然后2022年是获批了2845人 那从开始有优才到2023年1月1号 这之间获批的人数才11976个人 那2023年到9月底 三个季度的数字已经大于了之前所有的17年的数字 所以说这个趋势按说是应该非常明显的 是一个高速的扩张的数字 为什么突然踩了刹车 为什么突然就没有数字的增长了 为什么不批了呢 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 或者说作为一个非内部的人士 我们很难知道他确切的到底的原因是什么 但今天其实我可以大概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几个可能性和后续的趋势 到底有可能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从概率 从小开始说吧 从概率最小的开始讲起 第一个就是可能真的就不批了 因为优才的审批时间比较长 审批的流程又很复杂 综合计分 你要提交各种资料 综合背景的一个评判 那需要审核的材料也非常非常的多 流程可能9到12个月 对于香港人才的缺口来讲 其实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 俗话说原水解不了尽渴 那相对应的 2023年新出的高材通 其实流程非常的简单 然后审批的周期也很短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填补香港 人才短缺的这个缺口 所以有可能就不批了 或者是基本上就可以慢慢的批 一点点的批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一个月批49个人 改成以其他计划为主 大家不要断章取义 这是一种假设 但这种假设的概率很低 因为优才计划已经有将近20年了 大概17或者18年的时间 它的打分系统越来越完善 它的审批流程也在不断的优化 而且优才计划 它筛选的人是相对比较的综合的 它的综合背景是比较突出的 而且从2020年开始 优才计划还不断的提高名额 之前是1000 2020年开始变成2000 变成4000 然后从2023年开始到2024年 这两年又是不限名额的 所以说这不限名额的两年 刚刚进行了一半 它没有理由突然间就不批了 所以说我刚才讲这种可能性 不批的这种可能性 概率其实是很小的 那我相信香港入境处 它也没有理由突然间就 踩刹车就终止 或者是极大的减缓 审批香港油材计划的脚步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入境处的人手不足 所以只能慢慢的批 这个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说法 但貌似也可以解释 因为我们没有人 所以说最近不批了 或者是批的很慢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2023年 前三个季度 9个月的时间 审批了超过12000人 平均每个月大概算一下 1300人是有的 你每个月都可以审批 之前一年的人数 而且你已经审批这么长时间了 所以说没有人手不够的道理 对不对 而且从2023年的年初 入境处就不断的开始有 我们要不断的简化自己的流程 我们要不断的优化 提高审批的效率 有这样的说法 当然它也开始做了很多 优化的流程的步骤 比如说它从需要大家 交纸质材料变成了 可以先上申请 比如说它不再提醒你补件 当然不再提醒补件 这个操作确实比较简单粗暴 但是这最起码证明 入境处它是既有能力 又有人手 去保持这样的一个审批速度的 所以说人手不足 所以我只能批的很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 但我认为这种概率 仍然是不高的 第三种也就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也就是说从进入到 去年的四季度之后 入境处它其实是刻意的 放缓了审批优才的节奏 各个部门各个媒体上 可以看到很多 关于2023年人才引进的情况的 统计和分析 在2023年的前11个月 因为年底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前11个月 各个人才引进 包括优才高才专才 毕业生流港这些 它通过的签证人数 超过了8万人 其实它的计划是35,000人 这个已经远超它的计划 而且随着各个人才计划 一起来的受养人 也超过6万人 所以大家其实之前也都看到报道了 我之前也在视频里面提过 香港的人口 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 都已经回到了 之前的750万的水平线上 人口流失的情况 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初步的缓解 我们不能说完全缓解 因为可能还有人走 然后可能这些 人才没有最终留在香港 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数字 而且人才引进还在继续 但不管怎么说 人才在初步的稳定之后 其实稳定一下 现在的审批节奏 也是很正常的 接下来的问题 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话重点了 2024年会恢复2023年的节奏吗 首先23年的4季度 虽然没有什么新的审批结果出现 但是我相信入境处 是一直在做检视和回顾的 通过检视 我相信不管从审批的速度 材料的质量要求 包括续签的尺度 其实我觉得入境处 他们都会有新的想法 当然我无从得知他们真实的想法 因为也没有对外披露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从自身的角度 做一下分析和预测 希望给大家点参考 接下来都是重点 首先从审批的速度上 我认为2024年的速度 不会超过2023年 因为它已经没有了 补权人才缺口的 这样的一个紧迫性 但是我相信也不会长期处于 申请的积压的状态 完全不审批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理由的 从材料质量的要求上 其实我觉得它肯定 是会要求的越来越严 甚至对你的材料要求的是 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 这其实也算是 它审批优化的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前几年如果你拿到了优财之后 你在帮你的家里人 你的配偶 你的小孩办受养人的签证的时候 其实材料要求是不高的 虽然也是需要有租房的合同 但是它对合同本身要求不高 你跟别人合作或干嘛的 其实它都无所谓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 它不光是要求你有租房的合同 而且它要看你的面积 它要看你的房间数 它要看你的租的房子 是不是符合家庭的情况 也就是说你的材料 不光要符合它最基本的要求 而且要有合理性 所以说这其实就是更高的要求 其实我相信这样的要求 会扩展到你申请材料的方方面面的 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确定的趋势 至于2024年的名额 虽然没有一个名额的要求 没有名额的限制 但是我认为在实际的落地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最终的结果 应该会处于可能每个月 审批1000人左右 全年可能1万人左右 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自己的一个猜测 因为我认为总体的数量 其实应该是会小于2023年的 那从优才在2024年的申请难度来讲 毫无疑问 我认为这个难度会大大的增加 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你的分子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认为分子不会有大的变化 你的审批数量是小于2023年的 但是你的分母是在变大的 现在虽然停了几个月 但是每天还在不停地往里面 进新的申请人 这些申请人都在积压在里面 因为现在2023年的申请人 基本上都还没有开始审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2023年的申请人 已经超过6万人 现在还在不停地往里进 新的申请人 那2024年的整体难度 大家可想而知 肯定超过2023年的 那从大家的申请的节奏来看 因为有的人会问我 我应该什么时候申请比较好 我认为对于如果你 现在已经符合要求了 而且你的综合背景是不错的 打分也相对比较高 我认为这样的朋友 其实你肯定是越早申请越好 最起码我认为你应该在 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 二季度之前 三月底之前 我认为尽量你要把你的申请 交上去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 其实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艳赛湖 你的分母越来越大 你肯定能抢的早一天 是一天 越往后你积压肯定是越多的 那第二个是因为 不限名额 官方的说法是 2023年到2024年 这两年的时间 那现在的审批进度 官方之前不是说 要6到9个月 但实际上现在看起来 已经大于9个月 我们假设它2024年 还会有一些提速 和一些技术上的流程的优化 那最起码你要准备 9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的审批 最终是落到了2025年 而不是2024年 我们很难去猜测 2025年 它的名额到底是多少 我认为 2025年 它的名额大概率 不会超过2024年 我们不知道 它会不会限名额 或者是 即使不限名额 它后边不可能 在口子越开越大 在审批的数量 可能会趋近 越来越少的同时 其实申请的数量 不会减少的 我相信申请的数量 会持续保持 大概这样的一个数字 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说 后边的申请难度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最后是关于 最近有朋友跟我聊起来 他说 他想试一下 关于这个试一下 到底行不行的问题 因为它的逻辑是 我可能先试一下 因为现在不是 很容易就被拒了 如果我 比如说我是DIY 或者是我随便 整理了一下资料 我就先递上去 如果它被拒了 再重新好好整理 或者找中介之类的 如果我万一运气好 直接就过了 有些朋友 他是抱有这样的心理 我觉得 其实现在的申请人的池子里边 你直接被拒的 可能性 大概10% 20%这样子 但是大部分的人 可能10个里边 最起码 7个8个人 他是一直处于待定状态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 他是2020年申请的 他持续在长时间内 都处于审理中的状态 所以说 你不要去等 是不是我的资料不行了 他把我驳回了之后 我再重新好好弄一下 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想申请 你就不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 你就全力以赴 把它整理好 尽力做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你才去递交 不然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把这个窗口期给错过之后 后续的难度 刚才也讲了 其实你会错过 你本可以抓住的机会 对吧 2023年全年的数据 现在我还没有拿到 2024年的开头 入境初的审批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我们大家也都还不知道 所以说如果后续有新的数据 或者是有新的趋势 或者是官方有什么新的说法的话 我也会及时的在频道里面 跟大家更新 关于优才的申请节奏 申请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结果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讨论 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 互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评论点赞 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